这个视频,你先来找找10的乘方的规律,10等于10的一次方,100等于10的二次方,1000等于10的三次方,10000等于10的四次方,10万就是10的五次方,一直照这样下去,后面有几个0就是10的几次方,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个家伙写成短小可爱的10的九次方了。 既然这个方法这么炫酷,那其他的数能不能也这样做呢?当然可以了,比如6000,它就是6乘1000,而1000就是10的三次方,那6000就是6乘10的三次方,这样就表示好了。 不过你可能又要发问了,6000可以表示为6个1000,但它也是60个100或者0.6个1万啊,那能不能表示为60乘10的二次方或者0.6乘10的四次方呢? 你看看这几个写法,哪个最简单?当然是第二个了,第一个之所以麻烦是因为前面这个数的整数部分是两位数,第三个之所以麻烦是因为前面这个数的整数部分等于0,由此可见,为了避免麻烦,咱就干脆规定前面这个数的整数部分必须是一个大于0的一位数,比如1000就得写成11乘10的三次方,1就是一个大于0的一位数, 15就得写成1.5乘1000,也就是1.5乘10的三次方,1.5的整数部分1也是一个大于0的一位数,3572就得写成3.572乘1000,也就是3.572乘10的三次方,3.572的整数部分也是一个大于0的一位数。 在写的时候,我教你一个技巧,10的指数就是你小数点移动的位数,比如2015,按规定得改写成2.015,小数点从这儿起,移动了1233位,所以就得乘10的三次方,20151.6,按规定得写成2.01516,小数点从这儿起,移动了12344位,所以就得乘10的四次方, 而-307196.33,按规定就得写成-30719633,小数点从这儿起,移动了123455位,所以就得乘10的五次方。 好了,刚才这种方法,我已经颠来道去讲了好多例子了,不仅有整数,也有小数,有正数,也有负数,可这种方法到底叫啥呢? 我来告诉你,这就叫做科学技术法,这种技术方法可以把数写得近刻的简单,不过虽然它能让数写得相对简单,但有的时候用上还是比较麻烦,比如刚才那个-3.0719633乘10的五次方,看起来还是很长,这时如果对数字要求不是特别精确的话,还可以用四摄五入求一个近四数,比如精确到千位,也就是这一位,那答案就是-3.07乘10的五次方。 注意,这里的-7可不是小数的百分位,而是千位,因为它在原来那个数的千位上。 好了,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,首先,你学习了科学技术法,在写的时候只要抓捞十的指数等于小数点移动的位数就行。 其次,你学会了在科学技术法下如何四摄五入取近四直,方法跟小学一样,只是说精确到十位百位的时候,一定要到原来那个数里去找相应的十位百位。 怎么样听明白了吗?明白的话就赶紧刷题找找感觉吧!